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後來 陷的來了 也不是陷 就是說我剛剛一聽 我就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 就是說有時候人都在要求 對方要尊重我們 可是有一些就是可能 他不會去尊重別人 那剛剛我聽了吳老師 跟黃醫師的一個處理方式 我就想到以前 我都不會這麼生氣 我不會 我只會一直在那邊 受到委屈 污辱 然後眼淚一直掉 然後痞痞痘 你知道嗎 生悶氣 對 我就會覺得說 怎麼可以這樣 對話可以這樣 因為我曾經就是聽到一個朋友 然後就是一個合作的夥伴 他跟我回一句話說 你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是 對 他是口頭禪 可是我 因為我們的家教 不會去這樣講話 所以我就一直掉眼淚 然後很生氣 我又不會回話你知道嗎 我們會很肯定說 你連東西都不是 那時候我都不會去回應 然後就常常就受到這一種的委屈 然後就只會哭 到最後我體悟到一件事 就是說你對有修養的人 你跟他點一下 他就聽得懂 那像黃醫師可能帶那個小姑 去看猴子 他以為他是猴王 他還聽不懂 他還聽不懂 真的 因為我每天在服務很多客人 我看過形式太多了 如果是我會怎麼處理 因為我是嫂子 因為我覺得尊重這個事情 我很注重 我一定 比如說我請的員工 他的年紀比我長 比如說我有廟住廟公 我都很尊重 我都會稱大哥 我都會教育我的那個員工說 他雖然是廟公 我們他沒拼我們背拼我們肥 我們都要尊重 講話都要很客氣 我覺得這是人的一個基本 那我是嫂子 我的小姑這樣 要我的東西就拿 就像剛剛網友講的她是偷 我不認為她是小公主 她是虎姑婆 所以這個教育很失敗 對 那如果是我的處理 就是我會以牙還牙 怎麼以牙還牙 讓他知道說你這樣是錯的 我們 我們也不用害怕 我們要有智慧的處理 比如說他很喜歡我紅色包包 他回娘家的時候 一定也會拎包包 我就會直接把他的包包拿過來說 小姑 這個我要了 因為我也好喜歡 你眼光好好 這個皮包我要了 這我的你怎麼可以拿 對啊 那我的你也拿去的 因為你是嫂燒 因為我是嫂燒 你更應該尊重我 這是我的東西 你現在才會比較燒賣 沒有 不是燒賣 我們要讓他了解 對 要不然你長期委屈 其實會影響婚姻 其實我看過很多離婚的 不是紅毛感情不好 都是旁邊的人全問題 紅毛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冤枉 本來要經營婚姻 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還要應付旁邊這一些 鄉親奧山 鄉親奧山 那廖老師這邊是有認識一個客人 是個大媳婦 是 要發現什麼事 對 所以我就說 隱忍的都好委屈 我有時候聽他們的故事 我自己就替他們很生氣 就是說我有一個客人 然後他就是人家的大媳婦 這一個婆婆就是他們家是做營造的 那做營造的 我們知道在建設就是會蠻有錢的 那他有四個兒子 那只生一個女兒 所以四個兒子都娶媽 這個女兒就是剛好是小孫的 你知道 嬌嬌女 那這個婆婆就是他這個小孫出嫁的時候 他就對方說 跟他們兒子說 說我們女兒的嫁過 是不要跟你們說 不要跟你們爸爸媽媽住 我會送你們一間房子 你們就不用跟別母住在一起 因為他們對方也有兄弟 可能就是他就幫他女兒安排好的 跟他們兒子住在外面 就不用去侍奉公婆 這樣就對了 她也怕女兒給我們起婦 然後就說我會給你們一間房子 你們就在那裡住 然後這一個女兒就母親就安排 他就有一間房子跟老公住了 那嫁出去不就好了嗎 結果不是 因為這個大媳婦就是他們有四個 老公有四個兄弟 其他的兄弟就是受不了婆婆的一個 比較強勢 全部都搬出去住 你知道嗎 那只有這個大媳婦就是跟大兒子 一起跟婆婆經營這個營造 就在家裡 好 小姑本來這個大媳婦想說 小姑嫁出去 應該我就比較輕鬆了 因為要每天面對一個強勢的婆婆 都是命命式的口氣 叫她做東作西的 結果不是這個小姑嫁出去 婆婆說他們每天都會回來吃飯 因為她不是不用去婆婆那邊煮飯菜嗎 結果跟驚妻每天都回來吃飯 然後這個小姑剛好也在他們住家的附近公司上班 所以過分的就是說這個大媳婦也有上班 下班之後還要租我婆婆先生家小孩吃之外 還要給她小姑吃 那給她吃也無所謂了 她就說她覺得很委屈的地方是 比如說有時候她小姑要加班 就吃飯時間大概六點 六點半七點就很餓了嘛 結果小姑要加班加到八點 就打電話說媽 我今天又加班了就撒嬌就說我要晚一點回去 然後他們婆婆就說今天小姑加班到八點 那我們八點再吃飯 還要等她小姑跟她兒子回家 還可以吃飯 所以但是這一個這一個大媳婦就是說 她就一直一直去想說算了 不要去想 想了我會很痛苦 算了不要去想 一直放下這樣就對了 後來就壓倒她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這個大嫂也有一個小孩 那小孩已經就是三歲了 那當初她就有跟她先生規劃就是說 我們不要那麼密集生小孩 因為你也要忙營造 很忙 那我要幫忙整理校務 然後我也有我手邊的工作 因為她本來就有手邊她自己的事業這樣子 然後她剛好規劃小孩三歲的時候 他們才要再生 所以她之前孩子的東西 比如說有一些衣服 推車 玩具 很多孩子的用品 她可以用的 她都洗得很乾淨 然後就留下來 而且是放在他們房間的一個櫥櫃裡面 這樣子 一個小倉庫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她下班回來 很開心 本來很開心 要跟她先生說 說一件事這樣子 就很意外 她很開心這樣 可是她一回家就去翻那一些嬰兒用品 你知道 怎麼空了 什麼都不見了 然後她就去問婆婆說 媽 你有看到我房間裡面 那孩子的東西嗎 有啦 你小姑回來說懷孕了 我就都給她了 反正你那個也沒用了 結果這個媳婦就覺得說 媽 你怎麼沒問過我 你就都給她 對 她說你孩子那麼大 用那個用不到給她 怎麼會要快 你怎麼會這樣當生 給你稍後不是給別人 就這樣講 就是說你怎麼當生 給稍後不是別人 東西被她拿走了 然後又被她批評 對 然後還說你那麼大聲 那麼緊張要做什麼 結果她就很難過 就到房間裡面就掉眼淚 然後結果就是說先生回來 她就跟她講這個事 那先生就就有一點覺得老婆受委屈 就去跟她媽媽講 然後正在講的時候 她也在跟她婆婆理論 這件事情的時候 小姑回來了 小姑回來就加入戰局 你知道嗎 就說嫂子 你怎麼那麼小氣 頂多你們再去買新的就好了 然後她就說 這是我的 我要給孩子用的東西 然後她哥哥就說 你知道嗎 你嫂子今天去驗孕 她懷孕了 我們會用上這個東西 你怎麼都沒問 然後這個小姑就說 了不起西漢 什麼東西還給你們就好了 然後就立馬叫她老公回 他們家就在附近 就說你去再回來還給他 什麼了不起 大小聲你幹嘛跟我 我媽媽這樣大小聲 都完全不講理 然後把那一些小孩子的東西 拿回來 她不是心甘情願 接手過來就丟在地上 所以她大媳婦氣一下 然後婆婆也都沒講話 就是說幹嘛要把場面 弄成這樣 只不過是一些小孩子的東西 結果這個大嫂一氣 流產 當天晚上就流產了 流產之後 她就很氣很傷心 就覺得這麼多年來的委屈 全部蹦開 然後她就回娘家去 因為流產就回家休息 那後來先生要接她回來 她就說除非我們搬出去 不然我不回家 我覺得那個東西 真的不是價錢的問題 錢可能沒多少 但是那是尊重的問題 那在那邊完全不受尊重 那是非常憤怒的